我们现在用火药粉当作一个比喻 我们刚刚有讲过 我们就以火药粉为例 现在我把火药粉平铺在桌面上面 我这边如果也点火了 这边就烧了 是不是造成这附近的气温上升 当气温上升使得隔壁的火药粉 温度上升到达蓝点 它就燃烧了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示意图 这个是我们的温度 在下面好低 这个温度全部都低于蓝点 很低很低 所以这些火药粉都不会烧 但一旦我烧了一侧 我烧了这一侧好了 一烧这边温度增加 温度增加 当你温度增加的同时 温度增加的同时 这边温度上升 这一边还没燃烧的火药粉 温度上升到达蓝点 超过蓝点了 就换你烧 一烧就让附近温度上升 使得隔壁还没燃烧的火药粉 温度上升超过蓝点又烧起来 所以就这样看到 你看到的聚观性就是 这个火焰不断地向前移动 因为它一直不断地 到前面到蓝点 到蓝点到蓝点 就是一个骨牌箱也整个烧过去 如果今天我们把火药球 不要平敷散着 我们把它捏成一个火药球 一个火药球 量比较多 所以容易烧起来 中间用铜丝相连 铜丝外面包着一个保温材料 一旦我这边烧火之后 火很热 铜丝被加热 可是铜丝被加热之后 热到里面散不出去 因为被保温材料卡住了 它的热只能快速地向前传 就会造成下一个火药球 温度比较快上升到达蓝点 我们来模拟这个下 烧泥到蓝点 烧泥到蓝点 就会烧烧烧 它会变成跳药蓝烧 好 到达蓝点引发蓝烧 不就是到达一直引发动作电位 一样的 动作电位 动作电位 跳着发声 那我蓝烧就是跳着烧 好 如果我把这两个蓝烧的模式 放在一起比 谁烧得比较快 同时点火 一个慢慢烧 一个跳药蓝烧烧完 你才到一半 所以跳药传导 就像跳药蓝烧一般 真的传力速度会变快 因为它这边是慢慢的热 慢慢引导过去 感应过去 这边是热 快速地由同时往前传力 而被保安成要保住 让热不要快速散掉 好 这就是一个 没有水翘跟有水翘的神经 我用蓝烧的方式做 做模拟 我这鼻子活的 活跳跳 不是跳 好 那水翘除了上述的现象之外 还有什么呢 如果今天你有水翘的话 我的正电荷进来 很快就感应到下一个蓝色节 好 电荷进来后 很快感应到下一个 所以跳药的动作电位 如果今天没有蓝色节 会发生什么事呢 好 首先第一个 有很多的正电荷就跑出去了 你没办法累积够高的浓度梯度 因为中间有跨模电阻 比较想歪跑 第二个呢 这边有正电荷 外面就会感应出负电荷 正负就产生正负电荷的感应而相吸 这是电容效应 这时候我的正电荷 不愿意往前跑 被吸住了 所以下一个蓝色节 根本无法感应到电荷的剧烈改变 它就停住了 新讯息无法传递 好 这是什么症呢 有一种疾病 我们免疫还没交 那现在偷跑了 它叫多发性硬化症 就是它的水壳被自体免疫攻击 水壳都损伤 它的神经传递就马上出现问题 它就会多发性硬化 因为你的肌肉都不能受你控制 全身不能动 就像全身多处地方发生硬化了一般 所以这个疾病叫多发性硬化症 植物人是脑的问题 你没办法用意识控制你全身 但多发性硬化症是 你的神经很多运动神经缺损 你很多地方的骨骼肌 无法控制它的收缩 接下来就是连呼吸机都不能控制 最后有可能会窒息 没办法呼吸 这叫 反射的 等一下 你们刚刚说的都是各种病的最后 我因为不能控制运动 进而不能控制呼吸运动 最后因为自己死掉 多发性硬化症会 刚刚说的健动人会 还有什么呢 有个疾病叫重症肌无力 也是肌肉没办法收缩 这些病我们以后在免疫都会交 以上是随壳他的生意角色 我们用静态图 火药粉燃烧不断的向前燃烧 跟我跳药燃烧相比 跳药的会比较快 热量的传递会比较有效率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边了